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禍 嘉禍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我們回來繼續說我們的十九tips 其實在加拿大很多不同的省份 天氣情況都是非常不同的 例如安省或灰省為例 也有雪 灰省有很多雪 海洋省份 即是紐約和紐約斯科斯亞 那邊Maritimes的地方 雪堆起來 橙一次公路會高於一個人的絕對 所以在不同氣候的省份 你要清楚自己對交通方面的需要 我們之前也說過 乘巴士或在外面街逛的時候 積雪不是白色狗肉酸 車經過雪灰灰黑黑 你要穿雪鞋走 也不要將它帶入室內 讓別人的地下濕透 如果你是駕駛又怎樣呢 駕駛的雪鞋其實就是雪胎 有些愛女華僑或住了很久 本身在這裏戴的人 會覺得其實我都不用雪胎很多年了 可能他的駕駛技術 而且他了解加拿大的天氣是OK的 但我個人認為如果有新移民 無論你香港有多有駕駛經驗 始終加拿大的路面都不同 如果它有時落冰 落雪的時候 雪積得多你會堵塞車下不了 如果落冰的話 很多時候你真的會控制不了車 加上加拿大的路面 夜晚真的可以很黑 雖然有街燈 和香港的光的level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路面的condition 因為加拿大的天氣的關係 很多時候政府是需要綠鹽 綠化學物質 綠化學物質 綠沙石 綠地下 在冬天下雪的時候 令到駕駛者不容易出意外 但這些因素也影響到路面的質素很差 有時會突然有很大的洞 有時會有很大的洞 不像香港駕駛那麼容易 所以其實落雪胎 都是一件好的事 那麼落雪胎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買一套駕駛連上雪胎 你可以在家裡自己的車房 即是在一輛車 就已經可以 要換季的時候 你和你的車就換好好的雪胎 但有些人就覺得 我另一件事都不想做 我又想省下四條駕駛的錢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只買胎 那你每次去換胎的時候 譬如說10月 你每個人都欠預期時間去換胎 那你只要欠預期時間去換胎 那你只要付錢工具幫你換 那我想40至100元不等 換一次在不同的地方 又有不同的價錢 那要等 而且你主要上手臣 他的手勢好不好 那你自己都要拿去 然後拿回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沒有連結 的話 它是要整個輪胎 在連結上揮出來 然後擺個新的流學 然後再做平衡 而如果你自己有連結 這些可以一早做完 只是除了五顆螺絲 就可以上去 如果你覺得省了連結的錢 但你要花費 就是技術的錢 幫你換胎 和時間 也不會限時限後 你想做到就做 這是其中一件事 也有些人 我覺得自己的連結很漂亮 他們就會下輪連結 即是輪連結 如果你真的有輪連結 在輪連結 你去找人幫你換胎 記得拿回你 unlock的鍵 通常是一塊鐵框 那些人才可以幫你 脫下輪連結 幫你換胎 在安省來說 車牌是五個年 它的開始日期 即是第一日生效的日期 一定是你的生日日期 你開始計五年 就是你每五年生日日 看自己安省車牌的牌照 和保護卡 同時都會在那天過期 五年後 你只要走入Service Ontario的辦公室 很多區內都有不止一間 不過因為小地方 速度都是約一般 你都要排隊 走過去拍過你的新照片 由那天開始計 又有一張新五年的駕駛執照給你 同時同一個地方 都可以更新你的Health card 同一個地方 你亦都因為更新Health card 的地方 你可以跟他說 我願意成為器官捐贈者 他將他的資料都會錄進Health card 換車牌 更新車牌是一件事 大致上通常都不用錢 但有一件事每年都要付錢 在安省來說 那個叫做Sticker Sticker 是有顏色的 在你的車牌 通常你放在右上角 他會寫著 譬如說 如果你生日是1月1日的話 車牌的Sticker 就會是January 當今年是甚麼顏色 那個Sticker就是甚麼顏色 你在車在街上行駛的時候 警察就會很容易識別到 這個Sticker不是今年的顏色 他就會跟著你 檢查你是否未更新 如果你是未更新的話 都有相應的罰款 是絕對貴過你去買Sticker 亦都是犯法 如果你不做的話 Sticker大概是120元換一年 在安省來說 有時你怕麻煩 可以買兩年 但就不存在買兩年會便宜些 這樣 另外 Driving Speed 在安省來說 主要有些比較多 Vulnerable population的地方 例如Church 學校的地方 有老人院 有醫院附近 周圍那幾條街 它永遠都是50kmh 即是控制速度在50或以下 在那些地方 就算你說現在晚上 我都不會有學生回學 我可以走回七八十 是不可以的 那些是交通部來說 最容易拿罰款的地方 它可以藏起警察叔叔 或者鏡頭在附近 於是你便很容易被人盯了你的 Speeding tickets Speeding就會扣分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很多叫Highway的地方 就未必一定是100kmh 好像我們Toronto 由南去北 那條叫Don Valley Parkway 是很主幹道很主幹道 但因為它舊 還有很多彎位 和Lanes比較窄的關係 它的Maximum Speed 是90kmh 而不是100kmh 所以有些人說我走100kmh 你怎麽樣抄我 因為其實你超了20kmh 你不是超了10kmh 另外一件事 在一個密封的地方 例如升降機 車等 不可以在裡面吸煙 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地方 特別是有小朋友在車裡 其實那是一個犯法 你都可以給Ticket 亦都說過了 例如小朋友 要根據他的稅數 重量 高矮 而給適當的Car Seat 如果是很手勢的BB Car Seat固然好像一個兜 塞在一個有安全帶的Base 你當小朋友帶來車外 可以整個兜拿起 變成他的BB車也好 BB兜也好 再大一點 可能是換一些不同的Seat 再大一點是純粹一個Booster Seat 但也要記住 這些東西是跟Health Canada的法例 他也會有幾年 做一次Expire Recycling 很多這些產品 你Punch in Product Code 就會知道你的產品 其實不是已經過期 不要在Parents Group 那裏我們recycle的東西 買舊東西 可以省錢 是非常環保的 我本人都同意 但如果是買了Expire的產品 雖然他是一個BB車 原來也有Expire Recycling 你買了Expire產品 的時候 發生什麼交通意外 保險是可以不陪你 另外也是個人 和物件的安全 在車內 盡量不要讓人看到 有些散紙 或者有個飯盒 或者有些貴重的東西 等待別人看到的地方 應該是習慣了好一點的手尾 你將錢 或者有比較值錢的物件 將它放在你的Glove compartment 或者Armrest compartment 總之收起來 也有時候 可能在冬天之類 就會比較有露宿者 經過 總之是什麼事都好 他就會打你玻璃為了飯盒 玻璃換 每天都要幾百元 你送了飯盒給他吃 有時候有些人賭完錢輸了 又會打破別人的車玻璃 拿別人的禁止 那些禁止 那些人是可以避免的罪 也不要想著 我家附近 在我的行程 我就等下那輛車 不用鎖了 其實都不可以 是很容易的罪 晚上你睡覺的時候 經過每一個行程 在一條街上走 總之 trying your luck 即是開哪個車 開到裡面 有什麼值錢的物品 其實都是縱容罪犯 另外 很多時候 現在買的車 都有自動鎖車系統 有Alarm System 但那些東西 都不是完全無敵的 其實那個key fob 是會發出一種frequency 是會周圍的東西感應到 你的車能感應到 他就會開門給他 但同時這個frequency 亦都可以給別人 用一些hacking的手法 去吸收 大部分人 住屋的話 就會把自己的鎖 放在出入口附近 其實很容易 有個人 就在你的車道 經過 拿著那個programming machine 就可以吸收你的code 亦都知道你這架車 是放在哪一家家的門牌號碼 當你沒有人理會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進入你的車的code 然後沒有人理會的時候 他就在Driver 可以開走你的車 舊車會有人偷 就是因為他想拆散這些部分 去幫他做他的 用來賣 用來做維修零件 貴車可能偷 根據多倫多 警方跟我們說 貴車偷通常是有海外賣家 然後是一個container 這樣ship走 其實貴便宜 都是會有人車 你會被人偷 你說claim保險 可以claim回 但之後你的保費就會增加 都是不好 在多倫多 如果你不開車的話 你可以搭公共交工具 我們有的公共交工具 跟香港差不多 但不是完全一樣 固然我們沒有渡海小輪 我們亦沒有小汽車 沒有飛天棺材 但我們有正常的巴士 巴士大部份都是單層的 然後有的士 的士這裏叫caps 而不是叫taxi 也有好像纜車 有條軌 或者電車在市中心 走路走去 但只可以跟著軌 那些我們叫street car 公車 是街車 然後還有subway TTC的subway 就像香港的地鐵一樣 就是叫做subway 但沒有香港那些那麼先進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鐵路系統 是早起香港的鐵路系統很多年 需要維修 所以有些路段是很新 有些路段是很舊 那大家勸喻大家 都防止在那裏上飲食 真的會惹老鼠 還有我們那個鐵路系統 是不會有一道安全門在那裏遮住鐵軌 令到你不會跌下去 如果有時有罪走路經過 或者有人有精神失常的情況之下 推了人落路軌 是有這個情況發生的 無論在TTC的subway路軌 或者在街上比較大型的train 的路軌 例如go train 是有發生過這些事 大家身為這些交通工具的使用者 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選擇是會踩單車的話 盡量都戴頭盔 還有配戴你的反光色物 令人可以看到你和你的車 駕駛單車的時候 要是選擇用單車鏡 如果沒有單車鏡的話 你要遵守規例 就等於一個駕駛者 一個駕駛車的駕駛者 你不可以選擇 這個燈停了 我現在又做行人 我有行行人的燈 是不可以的 而且是要在馬路上駕駛 亦不是在行人路上駕駛 希望以上的消息幫到大家 多謝 謝謝 好 好的 Creat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